大家好,又是我Dr.Ken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關於製造Windows安裝USB的方法 首先我們需要先下載ISO 其實我們現在去Microsoft 就算你沒有CDKey 你也可以去下載Windows程式 當然你安裝完之後要進入CDKey 或者如果你用的是電腦機 例如Nenovo、Dell、HP的廠機 底板都已經內置了CDKey 只需要下載對應的Windows就可以自動了 其實很簡單 你找回自己想要的Windows 在這裡就可以看到下載 但其實今天我想教的 就不只是去Microsoft網頁下載 我用另一個方法下載和按鍵 就是去製造Disk 其實可能更快一點 更簡單一點 首先我們去搜尋這裡 去Google 打一個名字 RUFUS 這個程式 看到這個 就是RUFS 當然你們可以看看 我也可以在這裡教你們 按下載這個最新的版本 OK 保留 這裡已經下載了 我們可以收拾它就可以了 它其實是不用安裝的 這樣就出來了 這裡 要預備的東西是什麼呢 首先我們要預備一個USB 其實應該看回你的Windows 那個系版本 應該是8GB的都OK的 今天我們先幫你當作設計 試一試 這裡就可以選一個Boot selection 就是選擇我們正常這個 這個ISO image 這個 我們是可以 如果我們有準備 已經有預備這個ISO的檔案 我們可以選擇它 去選擇它 就可以了 今天我想教大家 另外一件事就不只是這樣 我們可以選擇 其實這個軟件是可以去下載的 如果我們選擇下載 它就叫下載 按下載 它下載了 它下載了 就會出了一個列出來了 就可以下載到不同版本的Windows 這些都是在Microsoft 微軟的網頁那裡 可以下載到的版本 當然如果你想要一些 Windows 7 或者Windows 7 很快 那些版本 我可以之後 有其他影片教你們 如何下載到的 今天就先下載到這個 我們要選哪裏 11 繼續 暫時最新的版本 這是未完工網的版本 繼續 選擇 一個ISO 就是包含了 HOME Professional 和Education版 確定 繼續 那裏 語言 這裏的語言 其實就是選擇 對於人類 因為 license 譬如 如果你的 是廠機 例如 Lenovo 或者 HP 那些 它都有一個 出廠的版本 如果你是繁體的 或者你本身是一個 國際版本 國際版本 可以有其他語言的 如果你是繁體的 就選擇 中文繁體 我們先選擇 中文繁體 繼續 這裏 最簡單 只有一個64B 只要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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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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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開始下載 這裏不會很久 我們輕輕一下 等 OK 現在已經下載了 ISO 看到了 在這裡 選擇 選擇 Windows Windows To Go 是另一頁 我們稍後再說 下次再說 選擇 GPT 這個 就是 大部份 現在都選擇 GPT 看看Hard Disk 的大小 所以我們跟著 Deford Uefi 都是一樣 是現在的方式 這裏 不需要改 它是USB 的 可以按 Start 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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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B 開啟 USB 開啟 USB 開啟 USB 這裏 就是 Customize Customize 就是 比如 就是 這裡 因為 Windows 11 是有一個限制 4GB以上 以及 Sacute Boot 以及 TPM 即是 你的主機 機器 你的PC 要有這些 需要 我們可以 剪掉 它沒有剪走 這些 要求 即是 舊一點的機器 都能夠安裝 Windows 11 這個 會 除了 需要你 一定要用 Microsoft 帳戶 開啟 時 一定要用Microsoft 帳戶的要求 我們按 OK 就可以了 它會提示 這個手指的東西 會刪除 我們確定沒有東西 就可以了 OK 它就會開始製造 OK 那現在 就已經是 準備好了 做好了 你看到 這個機器的名字都改了 其實就已經完成了 我們去 看看 手指 先 OK 就是這個 這個 就是可以 用來 用來 安裝 Windows 11 中文版的手指 這個方法 用這個方法 的好處 就是 其實 可以 其實都可以 挺方便的 因為這個 RUFUS 這個 程式 它不只是可以 做到 Windows 如果你有其他的 ISO 你可以 去選擇 選擇 它 開啟 也可以 做到 這個 撥機碟 希望今次的 教學可以幫到大家 大家 拜拜